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当我了解翻转的它的真实 它的意义的时候 我就被打动了 因为学生才是课堂的主角 那怎么样用 就是让学生能够真正参与到课堂 能够透过活动 然后让他们来参与 老师通常在讲课 老师会犯一个毛病 就是讲自己想讲的 那讲自己想讲的时候 那未必是受众 学生想听的 那翻转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讲述的内容 就是需要大量去说明 讲述的内容 把它录成影片 放到平台上 然后让学生能够 以自己的学习速度 然后来做学习 翻转的精神是这样 学生看完影片 该讲述的东西讲完了 那我们就能够到课堂 透过活动 透过讨论 透过演练 然后来学习 那一个影片中的事情 在活动设计上 其实那个教材 其实这个老师应该是最熟了 当在拍成影片的时候 它我们变成把知识薄片化 就是我们把它单元把它切割 变成单元单元单元来讲 怎么样很精彩的 很专注的在讲一个概念 也许讲 讲七八分钟 然后最多十分钟 然后能够解决一个概念 特中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 其实那时候学校跟我联系 是因为就是活动 就是活动设计 活动设计跟师生互动 那这个啊 这个就是老师可以设计 很多不一样的活动 我之前就是用学习单 把我今天要教的东西 就是透过问题 有顺序的这样罗列下来 例如说我这堂课 我到底要学生 学习到的是哪些 然后用学习单带出来 然后学习单设计好了 那我就会让同学 就是透过分组 或是事前的一个学习单 然后再到课堂上来做讨论 那来做讨论的时候 他不同的组 他在发表的时候 其他的组也会给回馈 就变成说 学生为作为主角 然后每个人都会参与到 课堂的心得 因为你们其实只要做翻转 其实大家都会写问卷 我们之前在翻转的时候 他把影片过来平台 我们之前在翻转的时候 然后我在影片里面 就会藏问题 然后问题的时候 他们在下面就要回答 然后有回答的人 就有算 就是等于说他就有完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看影片的一个作业 那他就是其实同学都会回答 然后我有要求他们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所人文方面的科目 所以他答案并不是像数学一样 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样 所以我就会要求说 尽量不要跟别人的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 就整个他的内容 跟他的那个活动设计 真的要扣紧 那不然的话就变成真的影片是影片 然后课堂课程是课堂课程 那要怎么去做一个设计 这个真的是要做一个比较好的思考 就是学生是可以随时随地做学习 然后依照自己的速度学习 然后课堂可以有活动 让课堂不再是老师单一讲述 单向的讲述的一个课堂模式 那样的时候课堂会变得活泼一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我就是如果我继续做翻转的话 影片就录好了 这个是最省力的 就是变成说在教台准备部分 对在教台准备部分 我今天好好的去准备一次 然后去优化我的简报 或是说我的影片 那其实在下次的时候就可以再用 就不会说我每次都要再重新做 那个部分倒是蛮省力的 那也许可以再去调学习单或是活动 所以每一年还是可以有所变化 每次上完课其实都还是有检讨自己的那个空间 就是再进步的空间 那那个再进步的空间怎么去做 怎么做 那个就是可以自我在检讨 然后看学生的回馈 对因为那时候很好就是有一个北户台北护理学校 北户他们有一个老师 他我在做的时候他就说 那我干脆我让我的学生也来就是加入我的摩克师 然后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啊 他们就说他就给我他的学生的反馈 对就说那个在语速上是慢了一点 那对还有那个画面 有一些同学他会做影片 他就会说为什么一直拍正面 其实就这样子侧面啊也可以取近 然后让整个画面能够更活泼 因为我一开始录制的时候 其实是其实是只有人 啊后来落摩克师的时候是有 我的人后面有那个就是简报 啊那样的时候啊 学生再看得到字又更好 就是只是做PowerPoint 然后声音这样的录制 这是一个比较无效的录制 就是如果说今天老师的影片 只是简报 简报然后老师是藏劲人 是在那个简报的后面 这样出声音而已 这样的时候因为学生没有 就是跟老师对到眼 那样的学习效果就会有差 只要他被引起那个学习的意愿 跟动机之后 他就会自己学了 因为现在的学生他在Google 他在搜寻资料太强了 而且他在一些技能 他上去看影片 他就会了 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可是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动机 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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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